嗚,亮仔,买点生蚝哦 别人养鸡的和我这个没法比的啊 我的生蚝个个都是母的,还带黄 那请你再教我一生亮仔再说啊 听到了这些,正在对面考生蚝的老板说 我不同意这位亮仔的观点 首先,生蚝是不需要喂饲料的 只需要给它个地方住就行了 野生的和人工的差别不大 同时,生蚝的性别是不固定的 并且可以转换 一般不存在都是母的 那么意思是生蚝不怕走错厕所了吗 生蚝的壳还可以用来加工做肥料 因此做好自己的判断 这里做一道传统的海边菜 牡蜜汤 起锅烧油放入生蚝 翻炒到熟就加水 最后加点葱花增香 色香味俱全的牡蜜汤做好了 原创不易请您关注 还有要开启 进军 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